神奸武术的忠一鬼才 自高中就自学一术未人诊病 算到自己59岁将有大姐 为何他却救不了自己呢 1954年 尼海莎生于中国台北 祖籍浙江瑞安 家中共有七个兄弟姊妹 他排行第五 据说他出生的那一年 家族墓穴内每每总有奇怪的声音 使得附近的百姓在夜晚摸法日睡 于是尼海莎的祖父 便与家族众人 合力将墓穴的龙门打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里面竟然有一只浑身金灿灿的麻雀 所以一条大鲤鱼正在想到 不到片刻时间 金雀原非消失在天际 鲤鱼顿走于土丘 于是村民将此墓地命名为金雀坟 将此山丘命名为鲤鱼匠 时隔几十年至今 仍然沿用此地名 他的祖父认为 家中墓穴呼降一朝必有大事发生 于是严请十八位风水师 一同观测看鱼结果 得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 他们一致认为 后代必出名医 直到尼海煞长大后 成为乙旦名医 他的祖父 每逢家中来客 必定会以此为谈资 尼海煞 自幼聪颖活泼 对于墨守成规 一成不变的学校教育 十分厌烦 放学常常不写作业 跑出去钓鱼 母亲为了对他进行约束和管教 于是带他修习 气功 一金经等传统武术 等尼海煞老师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自学医术 以包姐看病了 当时他的二姐 常年因为浴室痛 但是由于害羞 因此难以起学 更不愿意去医院给西医开 于是给尼海煞买了一套名媒 医宗金剑的医书帮他治疗 书中包括内科 外科 副科 等各种科目的医学知识 尼海煞专心研读了 三个多月的副科 就大着胆子 给姐姐开了个处方 去药房抓药 回来给姐姐付下 还使得姐姐多年的难言之隐 得意解决 也奠定了尼海煞 学习中医的决心 后来他的母亲 因为常年做家务 因此大拇指总是僵硬疼痛 一旦发作疼痛男人 在中医的针灸治疗下 有了极好的效果 于是希望自己的儿子 也可以报考医学院校 不料在考试前夕 尼海煞发生车祸 不仅大腿撞断 还不小心染上了肝炎病毒 在疗养期间 他最新于古医术 于第二年考上东吴大学正知习 一次算命5000元 中医鬼才尼海煞身兼无数 为何算到59岁大姐 却没能躲过呢 尼海煞的中医启末老师 是周佐宇 他是以前北京的 四代家传的名义 于新中国成立之后 定居中国台湾 他的另一位启门恩师 是徐济民 针灸非常的厉害 在学习的过程中 得到了二位恩师 毫无保留的青囊相守 在这种文化 和这种背景的熏陶之下 尼海煞还到基隆一间 中药行当学徒 当时中药行有四位中医师作馆 其中一位就是师成 曹颖府的京方大家 蒋左锦 四位医师平时在闲暇期间 唯一的爱好就是打八将 在尼海煞随时在策的过程中 偶尔听他们聊些 行医经验和心得 为他积累了不少从医的阅历 后来尼海煞自修中医武术 大学毕业后 因出众的针灸技艺 被分配至马祖军医部 24岁的他很快在军中名声大噪 轰动整个前线和各级长官 甚至被记者称之为 马祖神医尼海煞 尼海煞从医起前 一直强调自己是京方派 表示他的理论来自于 商寒 金窥 皇帝内经 难经 等中国最古老的一方 由表入理 由阳入阴的 为病人排除病急 1968年 尼海煞从疫情中通透人性 认为人的一生 由天地人三者所构成 各占三分之一 天际为不可更改的宿命 地为居住环境所在的地理风水 人就是人世上的想法和作法 天和地固然重要 但是人处于天地之间 仍然具有着不可抗力的影响 于是他在家乡 挂牌替人算命 与一般算命先生不同的是 他不用计算基盘排解盘 而是事先刻好各个星宿的印章 在由算者给定八字后 他便迅速在十二宫改章 先看大运 再批流年 最后铁口直断 指点迷津 算命者乌不成器 一人三千元 可保终身服务 按照当时的物价 三千元并不是个小数目 但是仍有不少正商名流 前来算命和治病 久而久之 你还杀身价水涨船高 便将价格调高到彼此五千元 上门的人数还是有增无减 中国台湾名医 尼海沙 从命理进入中医 身兼无数的矿石奇材 真的被命运所困吗 尼海沙的天际 是一套有关我国千年以来 流传的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 运用易经的原理 来解释宇宙之间 包含天地万物的共性 包含八字 紫微斗鼠 洋宅风水 地理 面相 策字等传统文化 只是天堵英才 2012年1月31日 中医鬼才尼海沙去世 享年59岁 一如他对自己的预测 死亡原因并未对外公布 家人宣称 他于睡梦中去世 并非死于任何癌症 但是外界一直从未停止过猜测 有人说 他是隐于世间去撰写未完成的地计 有人说 尼尸因肝癌去世 山医命不相 其实是一体的 但由于人的经历 体力和修为是有限的 很多人只学了其中一文 山包括悬点 养生 修秘三部分 是修心养性 锻炼身体的秘术 一包括方济 针灸 灵疗 相的部分 包括人相 地相 命是以时空关系 来判断人的命运的一种方法 其重要的方法有 占星术 甘之术 五术最为渊源流长 如梅花艺术 太乙神术 启门顿甲 等术数学 五术对应五行 命运 修奇相关 与古中医的脉络和源头 有剪不断的关系 他的几位重要弟子 则表示 尼海莎 似于过度劳累 早在教授天际时 他就已经告诉学生 他59岁有个大姐 人体是一套 十分精密的系统 历经万亿年的进化 演变至今 大小二线盒 很难躲掉 因而直至生命 走到尽头 他最终 未能完成 第一级的专系 有人说 尼海莎是把 无形众生的怨念 加到了自己身上 有些患者是 做过不好的事情 被邪气所伤 尼海莎救了 不该救的人 自己又没有 强大的对抗 无形怨念的力 被反噬到自己身上 尼海莎的一生 确实是传奇的一生 找回失落千年的 阴阳辩正 博彩众方 让异者得以朝向 无病不可治的 方向前进 长头柜 精年放着纸笔 若是有不知 如何处理的 疑难杂账 在睡前则先向 重景滑头注导 在梦中 经受高人之点 惊醒后 用长头纸笔 写下梦中所悟 因此多年来 夜间睡眠 往往不足三个小时 这或许也是 他早逝的原因之一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了